一座房子就是一个江湖一部武侠 沿着房屋数十里都是竹林 发蓝叠碎的山峰 在比银上预定这家民宿黑店 一百多年的老房子改造 人在屋顶和地面上穿行 走上屋顶的走廊 坐在屋顶的凉亭 顶着天抬头望 这里很武侠的原因 很大一部分是这种飞檐走壁的感觉 也是我第一次住在一家 把走廊设置在屋顶的民宿 屋顶是让人发呆最多的地方 因为近处的竹林总是有细风吹过 发出的声响就像音乐中的声管一样 一处小院围起一团宁静气息 来天当中飞了很多蜻蜓 那种不常见的蓝色 青蛙时不时跳到房屋面前 橘猫胖胖会在不经意间 出现在各个角落 鸡在竹林里找食物 民宿只有四个房间 光线暗一点 坐在房间里就会想看看别处 或者走出去 走到后山的茶园 闻着茶香 走上登山古道 在竹林里穿行 朴素是一种特殊的力量 能够让人放松 让人靠得更近 我们在小院里布置晚餐 吃了离别前的最后一餐 然后随着月亮升起 期待下一次将聚 下一次一定还会在屋顶 天风看竹